大家好 又回到白云的频道 今天Kingsley继续和我们一起玩玩新的 好像找到脚也找到我 刚刚而已 下次想想有什么可以跟你再夹 我忘记了 因为我每想一件事都可能 有时候我和Hana夹的时候 Hana当然叫我去教她拍照 我不需要教你拍照 不要啊 Hana叫我都可以 都可以的 看她介不介意 可能她看到你的样子 不好意思 应该没事的 应该会事 言归正传 今天大家看到四支脚架 延续上次是一千元以下脚架 今次是两千元以下 一千至两千元以下 最便宜的是一千元以下 八千元以下 即是不够 不会过二、二千元以下 不过二千元以下 能花完再一次 但有一晚ое 这是我原本最想提供的 一枝 最想提供的那枝 还用过二千元那我稍会提供 dungeon… currency 第一枝? 第一枝是新手里白井的 是Aircross 3 上次的影片是年頭拍的 那時候是剛剛推出的 其實那時候我也想介紹 但今天介紹的最後一支 等了幾個月 等到這支本身是最新的 現在就變了它不太新 但它的主要賣點就是夠輕 其實如果不計算頭 它只是900克 900克 其實待會你秤上手也會知道它是最輕的一支 現在很多都是一零多克 但如果這個價位最輕的就是它 而且它是今天這麼多支 唯一一支是反折的設計 反折的設計當然收到很小 因為正常如果不是反折 你的頭部都會掉出來 現在的高度跟剛才反折後的高度都不同 方便你 如果你的袋本身的高度不是那麼高的話 都可以比較容易整支放進去 當然視乎你的袋 如果本身的袋本身是很大的 其實它的意義不是很大的 而且因為它反折的關係 它本身摺起來之後都會比較粗 不過現在不知為何新腳 就是寧願紮身一點 但是長一點 這支就仍然用回之前的設計 它Fluopo 其實近年的腳 全部都是用一個這樣扭一扭 拉開的這個設計 OK 它這一代這一代Cross 3 其實它是改良到的 因為其實上一代我都有用過 它改良了什麼呢 就是扭的距離是多了 而且它有四支而已 一二三四 就是四個關節 其實你要扭四截的 Ki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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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才要扭通了 你的感覺是強烈一點的 因為扭的距離也軟一點 相對來說 變成了你就更加肯定 你是扭實或是扭鬆了 有改良了 改良了很多的 我以往都有用開這一類的腳架 但是尤其是最初那支 我每一次都要特意檢查 究竟我扭實了 但是這個我覺得很硬是扭實的 就是用力一扭 扭到盡 其實它已經一定是實在的 所以這一代就不需要那麼擔心 但是除此之外它就輕 而且它是可以做到low profile 因為它的中軸中間這個位置是可以拆的 這個位置 如果你拆了之後 就可以拆開中軸 就直接撕下去 這樣就可以很低很近地面去拍 就不用反轉 因為其實有些腳是給你反轉機 在下面拍出來的 只是看不到的 我覺得這樣我自己會信心大一點 對 而且它比較特別的就是 它這支中軸下面 就要扭得開 除了它有一個勾給你 始終現在的腳全部都輕飄飄 你當然要穿著它 它還要鬆一塊東西 這個就是手機夾 手機夾 下面就是Arca 即是可以扭上這裏 即是它本身帶出來 你已經可以夾手機 夾在這裏拍照 認真 我看到也不會買的 但是你送給我 有時候拍合照的 那些又可以用得著 OK的 唯一就是 我覺得它的筋的波頭比較平凡 是 以今天幾個 幾支腳架來計算 它是一個普通的波頭 而且它的負重力 亦都是這麼多個 裡面比較差一點點 但是一般現在的無反 加一支大大地光圈的鏡 都是沒問題的 嗯嗯嗯 是的 咦 第二支又是哪支呢 這支是特別一點 這支是Ulanci Colz Coleman Colz Over 是的 這個型號就在下面打 它的設計就比較像Pit Design那支 嗯 下面這個位置都是用拍腳的設計 有些朋友喜歡拍腳 有些喜歡用扭腳 或者用剛才Photop那支 這些是個人喜好 拍腳有到好的 不用太用力去扭 但是你要確認你每一次出街 在用之前它就沒有鬆 因為有機會用得久的話 它是有機會鬆了 這個是它方便得你的 有一點點不好處 其實各個各好的 因為你如果正常 我覺得這種拍法 是真的最 開工是最快的 最快的 是的 但是就一定要 譬如去旅行之前 你真的要確認一下 你的螺絲不要鬆了 如果不是 你想想如果我拿去旅行 是 第一天就發現它鬆了 那我整個旅行 就真的只拿著藥 就不能用了 就OK 雖然它都是用六角士 應該很多地方都買到的 是 但是要用到過一下用不到都掃興了 沒錯 另外它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整個波頭的中軸是一體化的 簡單來說就是不能換 是的 但是它的好處就是好像剛才那樣 當你整個波頭 塞進去的時候 其實它出來的高度很少 其實它和你反折 都不會差很多 那個高度 而且它中間這個位置都是用啪按鈕 是 啪按鈕就方便 但是我自己覺得 看一個人的 因為你始終你按下去 不是每個人夠力 我會擔心有些不夠力的人 鎖不住 OK 但是我這些應該沒問題 是的 你怕弄壞它 我怕開不開 但是你太好 是的 那中軸 它這個 它是反波 就是波在下面之軸 是 對上去的 是的 連上面它都是用一個 啪的方式 嗯 去控制 它的好處當然都是快 嗯 但是不好處就是 你啪按下去的那一刻 有機會你動到構圖一點 嗯 所以 如果 對 你這部機 你可能真的要 定住它 然後慢慢用力按 你鎖住它 嗯 是的 還有上面 本身都可以拼的 這個位置 是的 就是這樣 這個是Ulensi Cross Coleman 所以上面是Akape 這個機器 如果你用回自己的Ulensi 可能你的快插板都要買回它 轉光了 是的 是的 還有你秤一下這支腳 其實都不算很重 不過其實今天這支腳都不算很重 全都快一把了 不是啊 待會有一次不是的 是的 是的 嗯 而且它中軸也不是的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它縮起來 即是縮起來之後 它很窄身 連頭上這個位置都很窄 沒錯 這樣變成你放在相機袋裡的時候 其實是很省位的 嗯 即是省位得來 你可能放在袋裡的一個位置 你遇到它 它在上面再可以放東西 嗯 因為如果你正常 像剛才Foto Pro那支 你可能放在那個位置 其實那個位置已經放不到其他東西 全闊了 是的 但當然這支都長身過那支 那支比較好 嗯 你有一些短一點的袋 就輪到這個入不到 那個就入到 這樣 不過這個我所知 那我寧願瘦身一點 嗯 每個人不同 那你喜歡 我覺得 是的 不過我個人就 現在不是很喜歡拍腳的 現在現階段 我昨天很喜歡拍的 不喜歡漏漏漏 我喜歡 待會介紹那種漏漏漏 那種漏漏 OK 好 好 接著就輪到這個 NEO PHOTO這支 這支就比較特別 因為它是一支 FULLY FOR VIDEO的腳架 OK 因為NEO PHOTO我覺得比較奇怪 因為我今天設定了一個預算 是大概1500到2000左右 這個價位 它只有這支 它沒有其他的 OK 唯一 如果你要純拍攝腳架 要不便宜到上次介紹 它只有1000元 要不便宜到2000多 OK 所以比較奇怪 但是既然我要補充預算 而且我亦都發現了一樣東西 就是它這個頭 如果你真的不拍VD 你不需要VD頭的話 你用同一個預算 你可以換它這個波頭 這個LOW POVA的波頭 這個負重是比上次的 上次的是6公斤 這個是10公斤 負重重很多 10PG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需要VD頭 你用這個換上去 價錢是一樣的 就是1800元左右 看看你哪裏要買 說到三支腳架本身 我會說它全是VD頭 那一定有些特別 除了特別之外 我不說了一些不特別的東西 但是我現在比較喜歡 我剛才看過 它現在這種扭腳 因為我可以一手 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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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要逐個收回它 但其實因為你扭很少 已經收到手很緊 亦都不會出現撻腳 即是你出到街才發現 原來是鬆了的問題 因為其實它鬆了 它鬆了便扭緊一點 這樣就完成了 其實它沒有鬆了這個概念 因為你所謂鬆了 就是你現在扭鬆它便鬆了 你扭緊它便扭緊 明白 這就是它的好處 另外這支腳 就是這麼多支腳裡面最長的 因為它不是反折的關係 其實它收起來後是特別長的 是的 剛才你為什麼一直說我用來扭人呢 就是我背在背囊的時候 因為它特別長 特別大支 所以它在背囊上 它又收不到背囊裡面 入不了 但是我放在外面的話 因為它長 它又啞了一點點出來 是 很容易一轉身就扭到人 幸好你吃過椰粥 閃了幾下 就讓你扭了兩下 你也中了很多次 是的 但後來我發現拆了一個波頭 攻擊性就沒有那麼強 其實也是的 看看你習不習慣 我覺得 還有 也要看你的袋子 我想有些朋友用的袋子是放得下的 是的 剛好我背著那個放不下的 是的 雖然我背著那個也挺大的 是的 但不要緊的 到時真的需要的時候便拆了頭 是的 除了剛才的普通的東西之外 它有一個不普通的東西 就是它這個位置 一放鬆的時候 它的中軸 除了可以上下之外 原來是一個碗來的 是的 OK 是的 這些就是影片用的 因為很多時候影片用 無論是腳架怎麼放都好 你的影片一定要是水平的 是的 所以它其實這支中軸上面 都有一個水平柱 是的 你可以用這個水平柱來看水平 OK 例如 我不知道哪個位置 弄到這樣 當然最好不要這樣 或者沒有那麼多 少少斜斜 垮斜 這樣 我就可以在這裡 調整中軸在水平 OK 那我要用起來就輕鬆很多 OK 是的 另外這個頭 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這個架位 因為它竟然有回彈 不是反折 所以你需要 譬如你將它放在袋上 掛在袋子的外面 或者你用一些拉夾 放在外面 其實它也是挺裂的 嗯 第四枝 這枝又很帥 很高調 這枝最重點當然是靚仔 是 很搭配我 但是除了它靚仔之外 其實它也有一個挺特別的設計 在頭上 它是一個涼容的頭 有 又是影片頭 又是拍照頭 是的 這麼貪心 那挺好啊 我先介紹下面 稍後再介紹 其實我拿著這枝 不是它最高級的枝 因為它最高級的枝是全碳纤 我沒有記錯 我再給這枝 這枝大概是1,200多克 那枝是1,00多克 最主要就是 那枝下面的罐全部都是碳纤 這枝是全鋁 其實它這次的設計 有三枝形容給大家選擇 除了這枝 下面是全碳纤 它有一枝再便宜一點 那枝是很特別的 上面最上一枝就是碳纤 下面全部是鋁 然後這裡跟著普通波頭 是的 我覺得那枝有一點奇怪 奇怪 是的 但是如果你說今次 那枝是混合的 是的 如果要今次我的預算 下達2,000 這枝就比較硬 因為它下面全碳纤 那枝差不多是2,300 當然看大家自己的要求 如果你覺得我幾塊水 當然可以給得起 大家看到收起後很幼的 其實現在很多新的腳架 都是用這種設計 不是反摺 反而是做幼的設計 它的管本身是扁的管 所以它相對來說 是感覺上 因為待會再比較 是穩陣一點 OK 中間它也是用一個拍的方式 是 即連我都要給一點點力 這個大家要留意了 當然其實是OK的 按進去容易的 拉出來 記住 保持住才好拉 否則你的手指就沒有了 OK 即是抖下來的那一刻 尤其是裡面有器材 因為它中間是沒有任何阻力的 是的 就掉下來了 是的 就掉下來了 那它這個如何量用呢 首先它這一枝 當然你現在看它的視頻 它這一枝本身 就可以整支拔出來的 裡面有六角時 然後它後面還有這些工具的螺絲口 是讓你扭回不同的用途 即它可以拆某些東西 我這裡不深入講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去一些店舖找 總之這一枝又是一枝 Panning的棍又是一枝工具 簡單來說 是的 那接著呢 有幾倍呢 它可以塞住六角時 還是你不用經常找六角時 是的 這個 即是六角時需要用的時候 就不知道它在哪裡 就是永遠到 這個應該就不會了 是的 另外它整支腳有很多水平柱 你看這裡 這裡一個 上面一個 上面一個 最過癮就是 怕你意識不平眼 它中間還有一個 為什麼呢 其實簡單來說 當你真的需要把它變成一個波頭 即是給我拍照的時候 即是有video 或者反過來有拍照的功能 變成video的時候 你最好首先對三顆珠要水平 扭緊你需要扭的位置 這樣才會是最準確的 因為如果譬如 現在這個沒有了這個 我就類似一個波頭的狀態 它是左右有兩個扭的 一個呢 就是它的video那邊的方向 另外一個是波頭的方向 嗯 這樣 當然如果你說當它完全是波頭 它有一點點左 但是已經是OK夠了 因為你加上去 還可以在這裡180度轉 嗯 其實功能上 應該是要你需要的角度 都沒問題了 但是記一下自己的按鈕在哪裡 哈哈哈哈 另外 它這個video這邊 它有一個小小的回彈 是的 大家也看到了 小小 其實是好過沒有 是的 即是 一些定焦鏡應該可以 定圖 不是很長的 是的 其實也有好處的 就算你當它不需要這個功能 但是你有些很長的鏡 或者很重的鏡前面很聚的 不會一下子就鬆了 整個板下去 也會安全一點 是的 這樣 認真功能外貌都是非常好的 唯一就是如果你想要全炭籤很輕的話 你要付出的錢 比剛才介紹的另外幾支 就會多一點 但是如果你說 我的重量上 我喜歡它的功能 但是我又不是很介意它的重量 重一點點 我現在手上這支全類的 其實都可以給大家一個選擇 是的 好了 跟回剛才的次序牌 現在就是 比較一下四支腳架 開到最高的時候 分別多高 現在是未升中軸的 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支的Photo Pro是最矮的 第二支是Ulensi 第三支是LeoPhoto這支 四支是Bano這支 當然現在未升中軸 我們現在就升中軸 我們先加一下 先加一下 好 好 已經升上了 始終最高都是LeoPhoto這支 其實我覺得 一路似乎是差不多 不過我覺得這個有一點驚喜 因為升高了之後 它是跟Ulensi這支一樣高 是 因為它如果未升上的時候 它就可能矮一點 不過其實都是差不多 因為我覺得 如果 我是172 不要提了 不用提了 我相信大部分人 現在這個高度都是合用的 OK 都是夠用的 大部分人 當然如果你說 我每次都這樣高炒拍一下明星 要跨前面的粉絲 那我沒辦法了 你可能要買更高的腳 買更高的腳 是的 但是高度來說 大家比較 看看大家夠不夠用 好了 看完高度 接著 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試 試擴扭力 試擴扭力 不是試擴扭力 試擴扭力 就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用的時候 很多時候有拼鏡 或者有時候有些 現場大風那些 如果它擴扭力差的話 它有機會不斷轉向 但是érique方 或是你是攏謹時 它就會跟著你搬 所以一股腳內的抗扭力 是很重要的 現在我就逐一試吧 我做一個我給力 你試擴有 由你去考降 是用哪一支 Shaun 最好的 第一支 我用右手的 這一支 tampon 好 接著第二支 第三枝是Ulancy 第三枝是Leo Photo 接著輪到Berro這枝 很明顯 我自己也感受到 Berro這枝是明顯地比另外三枝更好 抗扭力方面 另外三枝都是碳纖 這枝是全裂的 而且它的形狀是扁的 我相信這兩枝都是有幫助 對 我剛才也提過這枝 本身是一枝全裂的 要貴成差不多五塊錢 所以沒有比較 我不知道兩枝比較 如果真的拿到那枝來給 可能鋁這枝比那枝更好 不過你要承受的就是它比較重 對 如果真的需要很穩定 這枝我相信是今天最好表現的一枝 介紹完和剛才試完 簡單地試完 你自己最喜歡哪枝 如果我是外貌協會 我選擇這枝 是 你說是多一點重量 但它的外貌方面的packing 是 就是package 是 package 因為其實它的抗扭力是很重要的 對於我們的video來說 尤其是拍video 還有它說一加起就兩尾 對 可以鑽上波台也可以 鑽上波台也可以 鑽上波台也可以 這個就是輕微的液壓 我覺得它是有加分位 對 還有它收起來的 真的挺combo的 我自己的話 認真 我就有點難選擇 我這枝也真的是最愛 因為它真的是外貌協會 真的贏了 但是如果我自己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有時候有些袋 反摺放進去都真的方便一些 因為我不是很 其實你也感覺到過 你剛才跟我一起出去的時候 因為我放在外面 我一轉身 我的腳就會撞到人 所以我會很希望 這枝可以擺放在袋裡 所以這一枝我都會 Full Pro這枝我都會喜歡 而且它最輕的 如果你說每件事都輕一點 加起來就有很多 差距 不過如果買這一枝 我想我自己會選 給多一點錢買全彈簽 全彈簽 全彈簽多少 多少 你覺得價錢還是重量 重量跟這三枝差不多 因為這枝 都從數字上重成 差不多接近20% 給另外三枝 但是 認真了 開了之後 不坦白說 是的 不過唯一就是 因為今天沒有試過 我不知道它的抗扭力 會不會給這枝弱一點 不過如果你說真的 講實用 又不想付那麼多錢 我覺得這一枝都 真是挺值得的 是的 各樣東西都給到你外形 全面一點 各樣東西都全面 OK 不知道大家對這幾枝腳 有沒有什麼留言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和我交流一下 你們喜歡哪一枝 或者會不會 你們有一些我今天沒有介紹的 可以介紹給我 是的 告訴我們 我們又問廠商 會不會可以寄一枝腳 給我們玩 通常都是我的蓋子 是的 OK 今天就這樣 多謝各位 拜拜 謝謝 謝謝